我是柳如烟的保镖 他说等我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嫁给我 但这次任务失败了 我被仇家关在烂尾楼折磨了三个多月 他们给我注射了不明药物 告诉我只有七日可活 我拼死逃生 想要告诉柳如烟 我不能娶她了 却只看到她和一个男人 在花团紧促的求婚舞台上深情拥吻 我以为她会给我一个解释 但她却说 几博答 先前说要嫁给你的话 你不会当真了吧 正文开始 我的出现给求婚现场带来了一丝骚动 抱着柳如烟的男人 顶着一张和我极其相似的脸 一脸懵懂问道 烟烟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和我长得极其相似的保镖吗 我自嘲一笑 原来不是她像我 而是我像她 我的视线从男人身上 磨到柳如烟的脸上 在那炼狱般的三个月里 这张脸 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念想 但现在 这念想却成了笑话 几博答 先前说要嫁给你的话 你不会当真了吧 有什么话 我们私下再说 今天是阿诚对我的求婚仪式 我希望 你不要添乱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惊恶与慌乱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 但显然被求婚时的激动神色 还未从脸上退去 我将在原地 添乱 不是她说的 每次我执行任务回来 都要立刻来向她报平安吗 怎么今天的我 却变成了添乱 看着精心布置的现场 我笑了 但笑得却比哭还难看 不会 我怎么可能会当真 傻子才会当真 我只是你的保镖啊 我只是你的保镖啊 我重复着这句话 仿佛也是在告诉自己 叔弟 我低垂的视线里 突然出现了一双 白皙温润线条流畅的手 你好 我是一腾成 奄奄的未婚夫 她的手白皙修长 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无处不透出一种 无可挑剔的精致美感 而我的手 掌性的老茧 如同硬币般凸起 手指关节处 布满了细密的伤痕 那是无数次保护柳如烟 所留下的印记 这一次 我的脸上身上 遍布着被虐待留下的伤痕 但柳如烟却丝毫没有留意 我淡然一笑 伊先生 祝你和柳小姐百年好合 手就不握了 怕脏了你的手 一腾成把手收回去 转头却悟地沉下眸子 对柳如烟说 烟烟 对不起 我知道 是我介入了你们的感情 柳如烟满是心疼地牵起她的手 阿诚 别说傻话了 我的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说 我才是那个 介入别人感情的第三者吗 不知是身体里的毒素开始起作用 还是眼前的一幕太过刺眼 我只觉得一阵血语 我好累 好想逃离这里 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倒下 模糊间 我的肩膀背一双温暖的手附上 柳如烟 是你吗 遗气的声音遍布整个房间 我慢慢睁开眼 心中却暗自期待着什么 醒了 我还以为你死外便回不来了 杨姨刻薄地声音传来 我也便知道 送我来的并非柳如烟 怎么 看到是我失望了 杨姨拿着一堆骗子朝我走来 别想了 柳大小姐现在估计 正和伊藤城开香槟 庆祝求婚成功呢 你晕倒了 他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就带着伊藤城回舞台了 他轻轻揭开我身上的一束纱布 露出了下面已经感染发炎的伤口 那里 皮肤溃烂 浓液与血水混合在一起 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他眉头紧锁 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才刚患上没多久 就被血尽透了 这柳如烟 真的值得你这么卖力吗 我故作轻松地说 别忘了你 可是他的私人医生 收了他的钱 还敢嚼他的舌根 小心丢了饭碗 我看我是你的私人医生嘛 一年到头 除了你谁还来我这看伤 杨姨一边埋怨着 一边拿出新的纱布替我裹上 细密的痛感刺激着我的神经 我苦笑着 眼角滑落的一滴泪 却刺得脸颊的伤口生疼 为了给奶奶治病 16岁我 便在东南亚的地下全场打黑拳 遇见柳如烟的那一天 我正为了那些有钱人口中的观赏性 和两个200斤量级的黑人同台打拳 我如同泄气的皮球 在两个黑人之间翻飞 肺腑之间的血腥味 直冲大脑 我以为我就要死了 是柳如烟 是他看到台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我 花仲金买下了这场比赛的输赢 也买走了我 我想 他既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我即便是 把命给他 又如何呢 但是他把我接近柳家的别墅 却不曾让我受过苦 他叫我十字 弹琴 还有下棋 有些瞬间我 甚至觉得 自己像是被他捧在手心里的质宝 但是我继伯达 向来是不欠人的 文化我没有 但是力气倒有几分 所以 当他因玉石生意惹上仇家时 我便在他身边 当挡子弹的人肉盾牌 左肩 被子弹穿透的窗口 至今还隐隐作痛 当他说 不能坐以待毙的时候 我主动请鹰 带着人手和对面拼杀 我右手的小指被砍下一截 他常常对我说 阿达不必如此 阿达生得这么好看 应该爱惜自己 而不是打打杀杀 我无声点点头 悄悄将自己断了一截的手藏到身后 从来没有人要我 疼惜自己 除了柳如烟 我仿佛被卷入一场名为爱的漩涡 这次出发执行任务前 我答应他这是最后一次 他也轻轻吻着我的额头 说等我回来就跟我结婚 但是转眼间 我已经不太确定 这些是不是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杨姨看了眼手中的报告 许久才挤出一句话 你 只有七天可活了 他的眼中会暗如深海 叫人看不出情绪 我漫不经心恩了一声 那些人把针孔扎进我的皮肤时 是这么说的 七天 我最多只能活七天 这七天里 我的四肢会慢慢僵硬 最后慢慢失去听力和视力 等到发病的日子 我的五脏六腑 就会被腐蚀 我将会被吐出的血 活活呛死 杨姨抬眼 那双遍布血丝的眼 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 我会想办法 你他妈给老子活下去听见没有 我单单看着窗外 我也想活下去啊 但是好像已经到了 我把命还给他的时候了 我会迷惶惶之中 听那些木家的歹徒说 柳如烟身边 已经安插了他们的人 柳如烟手上 有他们倒卖文物的证据 他们无论如何 都会想办法 将这些东西销毁 所以这七天 我必须找到那个奸细 最后护柳如烟一次 也算是 还他这些年对我的好 即便我只是个替身 我在杨姨这待了一夜 听他愤愤不平的 对我说柳如烟和一腾成的事 原来在我被绑架的那一天 一腾成就突然出现了 当年一腾成不告而别 听说 是和爱人私奔到了国外 如今他离了婚回来 柳如烟高兴的 简直要立刻向全世界宣布 他的白月光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他连开了三天的庆祝 party 人人都替他高兴 我微微抬头看着天花板 那三天 木家的人把双狗的铁链 带在我的脖子上 让我像狗一样 舔地上的饭吃 他们坐在我的身上 一边用锋利的小刀 划着我的后背 一边要我说出正物在哪 我咬着牙 想着柳如烟 发现我这么久没有回去 一定能觉察一场 派人来接应我 只要我再忍忍 就一定能再见到柳如烟 但现在看来 他那时应该正沉浸 在故人相逢的喜悦中 我猛地摇头 算了 想这些做什么 我又不爱他 我对他这般 只是为了报恩 第二天一早 我便从杨姨那离开 想要找柳如烟 商讨奸细的事 刚走进书房 就听到柳如烟清脆如铃 带着几分羞涩与温柔的笑声 哎呀 真讨厌 你也不知道多让让我 他们正在书房下围棋 当初柳如烟教我下围棋 我笨拙地 将棋子落在了 横纵交叉的线条中间 我以为棋子 就像全场上的我一样 要被四四方方的 铁网圈在棋中 柳如烟宠密地看着说 阿达 下围棋靠的不是蛮力 而是脑筋 你不会我可以教你 但是我可能真不是这块料 学了许久都学不会 最后 柳如烟还是教我下了五子棋 我还以为自己也能 陪他下棋消遣时间 但如今 我看着棋盘上 错综复杂的棋局 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 果然他们才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见到我 一腾成立刻 熟人招呼道 阿达 你来得正好 你来跟我下棋可好 我最喜欢围棋 所以一大早 穿多烟烟陪我下棋 但是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 烟烟的奇迹 还是没有进步 他一边说着 一边弯曲食指 在烟烟的鼻头 轻轻刮了一下 这是在干嘛 秀恩爱 给我下满威 告诉我 原来柳如烟要我学围棋 是因为 他一腾成喜欢 我正要推辞 却被柳如烟拉到了座位上 你们下 我去帮你们切点水果 他走前还吻了吻 一腾成的额头 原来真心爱一个人 是连分离一刻也觉得煎熬 怪不得我消失了这么久 也等不来柳如烟的关心 原是我自作多情了 一腾成见柳如烟已经离开 便开始摆弄棋盘 哎呀 也是我没想周全 你常年干着保镖 又怎么有空学着高雅之事呢 我不去理会 而是按照柳如烟教我的开始落子 一腾成脸色皱沉 直接将棋盘掀翻 他拿出西装口袋里上好的丝巾 擦了擦手说道 别装了 说吧 给你多少钱你 才肯离开 这判若两人的模样 让我微微一愣 柳如烟 你确定你没看错人吗 一腾成见我一直没什么反应 一时恼怒 气急地站起身来 你别以为你 代替我在烟烟身边待了八年 你就攀上高枝 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 不然你当年在地下全场 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我可就全都曝光出来给媒体 你看看你这模样 配得上烟烟吗 我面无表情听他说完 只是淡淡回答 一先生如果这么坚信你们的感情 又为什么会把我这样不堪的一个人 当成假想敌 除非你也在害怕 害怕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不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 害怕他不在 我话还没说完 一腾成一记拳头 就挥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可以提前拦下 但我的手指 却不听使唤的发僵 动弹不得 看来毒性已经慢慢开始蔓延了 他瞪着眼睛发狠道 你算什么东西 下水道里烟砸的老鼠 也敢到处乱窜 楼道响起脚步声 一腾成做事 立马要往后倒去 我知道这种情节 不过是 想要栽赃陷害我罢了 我不想被扣上推他的帽子 于是立刻伸手去拉 但当我的手触碰到 一腾成的一瞬间 他嘴角扬起了一丝 得逞的微笑 接着 我被一阵反方向的蛮力 推倒在地 猝不及防地撞在了一旁的家具上 听到动静的柳如烟 第一时间赶了上来 他看到站在一旁 大惊失色的一腾成 立刻赶过来 检查他的身体情况 阿诚 你没事吧 我躺在地上 额头因为撞到桌角 不停往外渗血 但柳如烟的眼里 却没有哪怕一分的我 妍妍 妍妍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推她 是她自己突然倒下去的 一腾成声音急切 仿佛真的担心 自己被误会似的忙于解释 我当然相信你 柳如烟的眼中 盛满了愤怒与失望 他看向地上狼狈不堪的我 阿达 是我看错了你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如今 却也用起这么下三烂的手段 对付阿诚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我发出一阵冷笑 是啊 手段不重要 重要的是 柳如烟相信谁 我这么一个靠拳头吃饭的保镖 怎么可能会被一腾成 这么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 名门公子哥 推倒呢 唯一的可能 就是我嫉妒他 所以要用这种方式陷害他 知识分子的脑子 就是比我这种 粗鲁野蛮的武夫的脑子好用 我缓缓擦去额头上的血 僵直的手臂 依然不能让我灵巧地起身 我刚挺起身子 便又重重摔回地面 我曾经那么引以为傲的身法 在这时 却仿佛是个笑话 柳如烟比意厌恶地 看着我一次次摔倒 最后忍无可忍道 够了 你这么装下去有意思吗 说完他便带着一腾成走出了书房 我抬眼 正撞上一腾成得意洋洋的脸 我本以为 一腾成不过是因为离开柳如烟太久 所以没有安全感 才会对我这样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他鬼鬼祟祟出现在书房里 似乎在翻找什么东西 你在干什么 一腾成身子一颤 分明是做贼心虚 但却故作淡定道 作为这个家的半个主人 整理一下书房不行吗 等他走后 我又仔细检查了那个金牛百剑 好在没有被动过 一腾成对我的敌意太过奇怪 像是刻意要把 我从柳如烟身边赶走 而且 他出现的时机 实在是太过巧合 联想牧家那群人说的话 一种不安的情绪浓上心头 我立刻安排人替我去查 结果当真发现了蛛丝马迹 一腾成根本就没有离婚 他带着儿子回国探亲路上出了车祸 儿子突然失踪 几个月后 他就出现在了柳如烟身边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是牧家的手笔 一腾成的儿子 已经被牧家掌控 一腾成这才不得不替牧家办事 柳如烟这个傻子 却还沉浸在故人归来的喜悦之中 无法自拔 我想找机会提醒柳如烟 但是一腾成几次三番栏在中间 几番常事无果 我只好让人暗中给一腾成放消息 摩棱两可扯上他儿子 这才把他引了出去 我立刻抓紧时间去找柳如烟 拿出搜集来的证据 放在他的桌上 一腾成在骗你 他是牧家派来的奸行 只是为了拿到 他们倒卖文物的罪证 他们要害你啊 我的话没有激起半分波澜 却换来他质疑的眼神 他慢条斯里拿起文件 扫视了几眼边又放下 转而流露出十分厌烦的表情朝我说 阿达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你找人伪造这些东西 我就会离开阿诚 和你在一起吗 我茫然地看着他 原来在他心里 我是这么卑劣的人吗 盐盐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 够了 我说的难听些 你不过是被当成阿诚的提身 现在却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贬低他 好让自己上位 你图钱 图我的家产 好 那我便给你一半家产又如何 我只求你放过我 放过阿诚 即便在是人命如同草芥的地下全场 被打得鼻青脸肿 即便毫无尊严地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我也不曾掉过一滴眼泪 但此刻 我却觉得 有一把钝刀 不停地在我的心口滑着 泪水像翻滚的毒药 一边渗出 一边凌厉地刺痛我的皮肤 好疼 正在我不知所措站在原地时 柳如烟的助理忽然闯了进来 小姐 我们接到一通电话 一先生被绑架了 别去 这是陷阱 一定是一腾成发现了 我怀疑他的身份 准备向柳如烟动手了 我伸手去拦 紧紧攥着柳如烟的衣服 但是却猛然发现 我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双手 柳如烟封了般正开我 我僵直的手 被巨大的力气扯开 一瞬间 我以为自己的手臂要被扯断 要是让我知道 这件事跟你有关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他放下这句狠话 便冲出了门外 我压抑地看着他的背影 自嘲般苦笑着 我现在在他心里 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也不想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黏着他 但是没办法 欠了人家的 总得要还 那是一个荒芜的桥洞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拿刀架在一腾成洁白的脖梗上 一腾成惊恐地看着柳如烟 脸上的血字 自然而又恰到好处 烟烟 烟烟救我 我看着柳如烟的表情 仿佛要碎了 他焦急万分地和对面的人交涉 只要你愿意放了他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对方要的是 沐家倒卖文物的罪证 要是柳如烟真的交出去 那以沐家狠辣的手段 必然要斩草除根 不行 你不能答应他的要求 柳如烟 要是还愿意相信我 我替你把一腾成就回来 但是柳如烟却只是冷冷到 没什么东西 能比阿诚更重要 如果你擅自行动 让他受一点伤 我一定不会原谅你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命已经变得如此低贱了吗 眼看柳如烟要答应对面 我将两个手臂 用力砸向桥柱 直到手臂表皮 被摩擦的皮肉分离 我的手臂才恢复了些许知觉 我趁歹徒交涉分神之际 立刻飞身向前 踹翻了歹徒手中的刀 可当我要拉一腾成离开时 却被他反身一推 他背对着柳如烟 笑着低声对我说 你这么爱他 那就替他去死好了 歹徒从地上爬起 摸出藏在哭腰之中的手枪 对准我的身体 碰 我以为我能死了 但耳边却再次响起 医疗器械的声音 我睁开眼 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第五天了 我已经开始失明了 你醒了 还好子弹没打中要害 不然你可就小命不保了 洋溢的声音听起来沧桑了许多 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有差别吗 就这么死了还能少些痛苦 他叹了口气 要说这柳如烟 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啊 你为了救他都这样了 他愣是听一腾成的话 说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除非你真的死了 不然他绝对不会来看你 我此刻有些懊恼 为什么不是先失聪 洋溢说的每一个字 都像铁钉定入我的心脏 哦 喉咙里一阵血腥直涌上来 但我像个瘫痪不能动弹 只能任由口中涌出的鲜血 毫无章法地慢在我的脸上 一定很丑吧 我想起在地下全场 第一次看到柳如烟的时候 他简直就像一个天使 在这肮脏和冷漠的地方 是他伸手将我拉了出来 他蹲下身 替我擦了擦满是血迹的脸 笑着说 多好看的一张脸啊 应该好好爱惜才对 想到这 我立刻求洋溢 求你帮帮我 帮我擦干净我脸上的血 柳如烟和我说过 我的脸好看 不能被血迹污染 就该是干干净净净的 应该也配在死的时候精致一点吧 洋溢的声音带着些哭腔 我微微感受到 脸上温热的毛巾 正在擦拭我的脸颊 身体因为疼痛突然颤抖 洋溢停下手中的动作 怎么了 弄疼你了吗 他眼中还有几分讶异 毕竟我是个 不管受多重的伤 都不会喊疼的一个人 我其实很怕疼 但是从没在柳如烟面前表露过 如今大抵是因为要死了 我竟然变得小家子气起来 等死的日子很难熬 但我却暗自期待着 柳如烟知道 我死了 会伤心吗 会为了我哭吗 他在幸福的间隙 愿意抽空悼念我吗 奶奶告诉我 世上还是坏人多一些 所以不能 有谁对我有一点好 我就跟着人家跑了 可是奶奶 这世上对阿达好的人 实在太少了 以至于我尝到了甜头以后 便再也离不开了 我已经听不见也看不见 基本上已经被抹杀了 身而为人的所有感官 我自顾自地说着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葬在海里 那里连着天 应该就没有四四方方的边界 将我困住了 还有 你不要告诉他 我去了哪里 我已不欠他了 阿达下辈子 想做个精致有文化的人 手指也能纤细修长 指甲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杨姨按照我的话 将我的骨灰撒在了海里 也许是柳如烟和伊腾成的感情已经稳定 他不用再担心我的出现会带来麻烦 也或许是我许久没有出现 没有像以前那样 围着他问这问哪 他不太适应 总之 在我死后的半个月 他终于记起 我要来看我 他按照习惯 来到我常住的病房 却只看到空空如也的床位 阿达已经出院了吗 怎么我没收到消息 杨姨在一旁冷冷道 柳小姐贵人是忙 不过是死了一个保镖 自然不必惊动您 柳如烟眉头 微醋写满不悦 他又在搞什么花样 是他陷害阿诚不成 反中枪受伤 阿诚不计前嫌 让我来看他 他还想我怎样 还想你怎样 杨姨怒不可遏 我倒想问问你 还要他怎样 他为了救你被沐家注射毒剂 活不到七天 伤成那个B样了 还要帮你查奸行 你呢 你在干什么 连同那个伊藤城 是怎么对他的 柳如烟脸上的血色褪去 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但转而眉目又舒展开来 他的伎俩还真是越用越低级 说吧 你收了多少钱帮他 你是我的私人医生 信不信我开了你 杨姨冷笑着从医兜里 抽出辞职性摔在地上 老娘我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我到底 是你的私人医生 还是几博达的 这些年 他为你受了多少伤 多少次在这个冷冰冰的房间里 扛着剧痛做治疗 他这次回来 身上大大小小231处伤 哦不对 加上伊藤城推他撞的伤 一共是232处 你不知道吧 柳如烟的眼中满是茫然 哦 我不记得了 杨姨脱下身上的白大褂 往我床位上一丢 顺手擦去眼中替我不值得泪水 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 你是怎么舔着脸 要他为你做这做那的 你口口声声 要他爱惜自己 但最后呢 还不是一次又一次 让他替你在刀尖上填写 你真虚伪啊 柳如烟 看到杨姨这副模样 柳如烟慌了 他的脸色瞬间白如紫色 抓着杨姨的手臂追问 他在哪 我问你他现在在哪 杨姨用力挣开他的手 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说他死了 死了 懂吗 你再也没办法利用他对你的感恩 让他为你卖命了 不可能 他分明还好好的跟在我旁边 怎么会 怎么可能就死了 柳如烟冷漠的眼里 终于有了几分愧疚和惊慌失措 杨姨站在门口 面无表情转过身来 你想知道他临走前想对你说什么吗 他说 再也不要见到你 他不欠你的了 这句话仿佛击垮了柳如烟最后一道防线 他亮腔着走到我的床位 痛苦至极地 将脸埋在被子里 怎么会 阿达 阿达你不要玩了 你出来 你出来我就原谅你 你出来 换作以前 我总会在他身旁 呆呆地又很珍惜地回应他 我在呢 但是现在 任他怎么咆哮怎么哭喊 这空荡荡的房间里 也没有人能再回应他 柳如烟在病房从白天待到了晚上 直到伊藤城听到消息赶了过来 烟烟 你别太难过 阿达或许是觉得无言见我们 所以才想不开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眼睛红得仿佛要渗出血来 无言见我 我还能要求他做什么 他死了 他为了我死了 他为了救你死了 你怎么能说他无言见我们 他像疯了一般 捶着自己的脑袋 嘴上不停说着对不起 伊藤城不耐烦地醋了醋眉 旋即又耐下性子 抱着柳如烟道 烟烟 没关系 你还有我 你还有我陪在你身边 没多久 柳如烟的助理 就带着一份文件过来 小姐 前段时间那个玉石合同谈成了 现在需要您签署一下 伊藤城对他使了个眼色 助理就进门来 靠近柳如烟又说了一遍 他是故意的 他明知此时的柳如烟 绝无可能再像个没事人一般处理公事 他无非是想趁虚而入 柳如烟心烦不已 拿起笔随便一签后 对着助理大吼 滚 伊藤城看着这份合同上 柳如烟的签字 满意地摆了摆手 让助理退下 他故作体贴地轻声道 燕燕 你在这待了一天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但是随后 他便拿着在柳如烟身上顺道的钥匙 来到了书房 人死了开始情深了 柳如烟啊柳如烟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一点没变 伊藤城语气中满是嘲讽和鄙夷 他移动书架上的一个金牛百件 一个暗格空间便显露了出来 他打开保险箱 取出了里面的文件 但是转而一张 我和柳如烟的合照 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是我唯一一张照片 他冷笑着拿出打火机 黄色的火苗 攀上照片的一角后 迅速蔓延 没多久就化成了轻飘飘的灰烬 柳如烟在病房里睡着了 等他回到别墅 去找伊藤城时 却看到牧家的大少爷 牧兵正坐在大厅之中 一旁站着伊藤城和一个陌生女人 女人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小男孩 阿诚 这是怎么回事 伊藤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嫌弃 拜托别再这么叫我了 我觉得恶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脸上的表情 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接近你 不过是为了拿到木少药的东西 仅此而已 我有我爱的妻子 还有儿子 所以麻烦你以后 不要用这种让人作呕的语气 喊我的名字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柳如烟 立刻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但却先一步 被牧家的打手夺去了手机 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柳家 我警告你们 要是敢轻举妄动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们 木兵点燃手中的雪茄 低头俯视着柳如烟 眼中满是不屑与得意 没了那个拼命的保镖 谁还肯在你身边 不要命的保护你 说到这他又饶有兴趣的 从手下手中接过一叠照片 甩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哦对了 听说你还不知道 那个叫阿达的保镖 在我们那的待遇 大爷我够大方 都给你拍下来了 旁边的几个打手 也纷纷发出振振猥琐的笑声 柳如烟颤抖着捡起一张 照片里打手掐着我的脖子 把爬满驱虫的饭塞进我的嘴里 他又捡起一张 是他们在骑在我的背上 让我跪在地上爬行 还有很多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 柳如烟不敢再多看一眼 他额头的青筋抱起 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 浑身站立 我杀了你 但是很快 他就被两个人 重新压制在地板上 不能动他 木兵站起来 捏着他的下巴 嘖嘖嘖 几博答是条汉子 我说 只要他肯替我做事 以后荣华富贵都是他的 但是他偏偏是个将主 就只认你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 值得他这样为你卖命 柳如烟的眼角滑落一滴泪 大概是终于记起来 我那日 回去找他时候的模样 一腾成抱着孩子上前 木少 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做到了 现在可以放我们一家离开了吗 柳如烟斜着眼睛瞪向一腾成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对我好 当年是谁因为父母反对 就轻易抛弃了我 我被打成重伤逃到国外 我出国和别人结婚了 你就把我当成白月光了 柳如烟 别显得 你有多深情似的 你不过是 享受那种爱而不得的感觉 你根本不懂得珍惜二字 我都那么设计陷害己伯达了 他都始终不离不弃 他跟在你身边八年 都换不来你的信任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虚伪地悼念他 怎么 人家现在死了 所以 顶替我 又成了你的白月光了是吗 一腾成的语气中 极尽嘲讽和讥笑 甚至更多的是为我在打抱不平 柳如烟情绪已然崩溃 贪坐在地上 气不成声地呼唤我的名字 以前这种情况 我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柳如烟被这样羞辱的 但是很遗憾 我死了 柳如烟似乎终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痛苦地放声哭了出来 他哭得那么伤心 就好像死的是他的丈夫 木兵拿着那份柳如烟签好字的合同 冷笑一声道 你不是 想举报我买卖文物吗 但是好像你自己 要成了这个被举报的人了 哈哈哈哈 现在换你尽情享受 提心吊胆 等着被抓的日子了 他大笑着带着手下 离开了姚家别墅 只留下狼狈蜷缩在地上的柳如烟 忽然 柳如烟猛地站起身来 他发疯般抓起散落在地面上的照片 一股脑丢进了壁橱的火炉里 仿佛只要这些照片不存在 我就从没有受到过 这些屈辱的伤害 他连滚带爬地冲进书房 打开保险柜 把里面的东西全都翻了出来 没有 没有 怎么会没有 他变得越发着急 最终眼神落在了一旁 已经被烧成灰晶残余的照片一角 书顶 他发狂一般大笑起来 阿达 你就这么恨我吗 连一张照片都不愿意留给我吗 看啊 他还在自欺欺人 想要留住被他呵护是我的模样 想要抹杀之后 我所有的牺牲和付出 一腾成 这次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他又在保险柜的深处中 发现了一封还未起封的信封 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 柳如烟如获至宝地 将信贴在心口处 那是我出最后一次任务前 给他留的信 当他说要嫁给我时 一向好眠的我 睁眼到了天亮 思来想去 我还是笨拙地写了一封信给他 并交代他 要是我没有回来 再将他打开 但我从没想过 会是此情此景下 被柳如烟打开 妍妍 第一次这么称呼 你还有点不习惯 你说 你要嫁给我这话 就当做玩笑吧 我不会当真 你也别放在心上 如果你打开这封信 说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你放心 我做这些都是自愿的 我的命是你救的 也应当用来报答你 我写这封信 不过是不想 把自己埋在心里的话 也一并带到地府 柳如烟 我喜欢你 我知道我不配 我是个粗人 但是你就像我生命里的一束光 除了我奶奶 你是对我最好的人 他们都把我踩在脚下 只有你把我捧在手心 听到你说要嫁给我 我真的很开心 我甚至希望我真的能活着回来 这几天都连做梦都是 你穿着洁白的婚纱 在花团紧促的婚礼舞台上 背着身子 等我叫你的名字 但是对不起 这次我回不来了 我死了 你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阿达绝比 柳如烟独自站在空旷的房间里 目光空洞而迷裂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的眼前崩塌 但似乎想到什么 她的肩膀怪异地颤抖着 嘴角挂起圣人的冷笑 吉伯达 你想离开我 我偏偏不让你一个人走 她哑着声音 用书房的电话 拨通了杨姨的手机 以杨姨家人的生命安全为要挟 逼迫她将海葬我的地方告诉她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 提着一套西装礼服 来到了海滩边 对着这片茫茫的海面 她大声呼喊着 阿达 我来嫁你了 你别嫌弃我好不好 月光下 翻涌不息的潮水 裹挟着这个身着婚纱的女人 冰冷的海水 慢慢没过她的肩膀 那身纯洁美丽的婚纱 随着波浪上下浮动 朦胧间 好像一对新人 正在海中浪漫起舞 与此同时 沙滩外响起阵阵笛声 柳如烟最终 还是没能实现 和我死在一起的愿望 警察已倒卖文物罪将她逮捕 慕斌也被伊腾成一家举报 被逮捕入狱 茫茫海面上 似有一身着洁白礼服的男人 缓缓向远方跃去 杨仪拿着一张照片缓缓道 己伯答 愿你来施育良人 莫让明月照勾曲 她亮着的手机界面上 是刚刚挂断的报警电话 手中的照片随风被吹到海面 照片里 一个浑身是伤的少年 一只腿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 虽然少年的眼中满是嫌弃 却还是配合着 伸手比了个耶 即便右手小指少了一截 即便身负重伤 她分明也只是个 19岁的少年模样 阿达 来是座自由的疯吧 全文完 2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